他们也容易会被认为是不友好、难以沟通的人 所以越是孤独就越孤独 不断恶性循环 孤独感久了 也会慢慢延伸出焦虑症和忧郁症 孤独感是一种主观体验 并没有一定的标准 不管你是独自一人 还是拥有一大群朋友 你有感到孤独的时候 那你就是孤独 嗨大家好,我是阿伟 孤独感在人类文学和心理学中 一直是长期探索的主题 而它在人的生理和心理上 也有着很重要的地位 也许你认为 孤独感不就是朋友少 没有对象,不是吗? 确实表面理解是这样 不过孤独感却有着它更深 且值得注意的意思 今天就来谈谈 孤独感是怎么回事 当然如果你对这类影片感兴趣的话 不妨先订阅加铃铛 以后还有更多新影片 才会低时间通知你哦 另外,有能力想支持创作的 也欢迎加入频道会员 好,废话不多说 我们开始吧 首先,独处并不代表孤独 有许多人误以为 独处才会使我们感到孤独 事实上,有些人是主动选择独徒 在他独自一人的时候 他能做他喜欢做的事情 获得满满的幸福感 而相反的 有些人虽然有丰富的社交体验 却依然感到空虚、孤独感 人们常常会误会 孤独感只会发生在 年纪大的老人 不擅长沟通或害羞的人身上 那些很会说话社交的人 就不会有孤独感这回事 但事实并不是这样 孤独感在我们整个社会普遍存在 不管你是有钱人 有权利的人 名人、穷人、帅的、丑的、美的 都无法阻止孤独感的来袭 因为他就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 根据研究显示 成年人的社交能力 几乎不会影响社会关系 也就是说 社交能力弱的人 也可以有很多关系密切的亲朋好友 相反 就算有很强社交能力的人 关系好的朋友也可能只有一个 当然不管你总是独自一人 还是总是和一大群人在一起 都有可能感觉孤独 而且孤独也不只是对孤单老人的叙述哦 也许你不知道 你第一次曾经感受到的孤独感 可能就是婴儿时期被放置在一旁 独自呆着的时候 孤独英文叫 Loninus 它是指能会表现出的一种 复杂而不愉快的情绪反应 觉得自己处在一种 格格不入的孤独感中 孤独感就像一种人体生理机制一样 就比如说饥饿感 当我们长时间没有进食的时候 肚子就会告诉我们 需要吃东西了 肚子饿了 而孤独感也是这样 它会提醒我们 是时候社交了 我开始感到孤单失落难受了 这是为了避免痛苦难受 我们就会想到寻找社交 那为什么会有这种奇怪的机制啊 其实这个不难理解 社交确实在我们一般人生命中 有着蛮重要的位置 自古以来 人类都是群居的 因为要获得足够的食物 建立安全的居住所 抚养后代 这些事情几乎都无法独自完成 换句话说 为了生存 就需要有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与联系关系 长时间不吃不喝 就会没有足够的能量来维持生命 长时间独自一人 也同样无法获得足够的能量 而导致走向死亡 为了避免这样的结果 大脑会发出一种信号叫 社交疼痛 Social pain 孤单时的失落 难受痛苦 提醒和让我们停止做出孤立的行为 与人与人的相互联系 才能让我们越来越了解彼此的感情和想法 进而才会有更好的社会关系 所以孤独感就和饥饿感一样 是帮助我们能够继续生存的一种人体机制 根据相关研究 慢性孤独感会使我们压力荷尔蒙升高 会让我们摔了得更快 使免疫系统下降 癌症情况也可能恶化 同时患上阿兹海默症的风险也会提高 阿兹海默症也就是老人痣症啦 甚至有学者认为 长期的孤独感导致的殖民危害 有如每天抽一包烟一样 早逝的可能性增加了约26% 不过最值得关注的还是 当人处在长期孤独时 身体和心理都同时存在着的威胁 长期的社交疼痛 很可能导致自我封闭的防御行为 对于外界的人事物处处提防 这时的大脑也更容易对他人的表现错误解读 尽管此时比较敏感能很快留意到他人的言谈举止 但由于孤单导致的封闭状态 却让他们无法正确的解读他们 可能把他人的普通表情理解成恶意表情 感觉别人的所有接触都是有目的的 敌人无所不在 所以在别人眼中 他们也容易会被认为是不友好难以沟通的人 所以越是孤独就越孤独 不断恶性循环 孤独感久了 也会慢慢延伸出焦虑症和忧郁症 孤独的成因牵扯许多方面 可能包括社会、心理、情感和身体因素 比如在童年和青春期缺乏朋友 或是身边缺少有意义的人 结婚生子后可能表现的惨后忧郁 也是一种孤独感 或是比较实感的搬家 从一个社会环境迁移到另一个新环境 导致的思想病 还有就是分手、离婚、当失去重要的人之后 所引起的悲伤反应、一蹶不振的失落 即便被一群人包围 依然感到孤独 也有些人是自己从内心发展出的孤独感 也许觉得自己不被爱 不该被爱 或感到没有自信等等 尽管身处在人群中 依然感觉格格不入 再有意或无意的将自己从社会中抽离 而形成的孤独感 虽说孤独感形成的原因有各式各样 不过几乎所有孤独感都不是一天一夜造成 而是慢慢对叠成型的 所以首先第一步就是认知孤独 并接受孤独感是一种很正常的情绪 就像你感到肚子饿了 大脑发出信号提醒你该吃饭一样 不需要感到羞愧 在这世界上 每个人在某个时间点 多少都曾经感受到孤独 只是有些人来得快 去得快 有些人则伴随比较长的时间 虽然你感到孤独 但实际你并不孤独 其实对于大部分人来说 只要勇敢的面对他 积极的增加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 大家自己与他人的联系 可以是写信给很久没见的友人 打电话给远方的亲戚朋友 或是邀请身边工作伙伴一起喝个咖啡 透过参与不同派对认识新朋友 其实都是可以改善心中的孤独感 当然如果你的孤独感是从内心发展而成 与社交联系无关 那就要从自我审视开始了 检查自己是否容易专注在负面事务上 比如朋友在闲聊一些事情 你就认为这些话就是冲着你来 但不妨真正的了解一下 会不会只是你的过渡解读 别人都不找你的时候 是否是自己在很早前 就常常逃避和拒绝他人的邀约 就算在社交场合中 你是否常常小心翼翼的 把自己和别人隔绝开来 那如果是这样 又要怎么做呢 不妨打从心里放开胸怀 也许事情真的没有你想的那么糟 当然如果你的心理已经准备好 尝试摆脱它们 但孤独感还是紧紧的跟着你 在需要的时候 寻求专业的帮助也是不错的 刚才也说了 孤独感并不是只有你一个 你一点也不孤独 不必因感到孤独而羞愧 在看影片的你 不论你有孤独感还是没有孤独感 其实都是正常的 它不是什么病症 也不必特别担心 一般而言 短暂和偶然的孤独 并不会造成心理和行为的紊乱 饿了 我们自然会找食物吃 孤单了 我们也自然会寻找社会的联系 而且某些时候能够毒土 也是一种幸福感 只要不是长期严重的孤独感 保持正面和自然的心态去面对 一切都是自然的